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仔 今天我們有新玩 就是這款 這款是JBL的新耳機 Quantum 610 Wireless 早兩年之前 我們也有拍影片介紹JBL的電競耳機 當時也算是JBL剛剛比較 初次打電競市場推出相關的產品 事隔兩年後 也有新產品繼續推出 就是Quantum 610 Wireless 究竟這款有什麼特別呢 稍後開箱大家研究 好 先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二四推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 按鈴鐺 別錯過任何節目 好 那看包裝 其實就跟之前開的Quantum 1 包裝外觀的設計很相約 沒有特別大幅度的改變 除了我開盒的方式 有點不同 但其實可能實際上支援的東西 就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我看其實都是一些熟悉的Logo 但其實就不見了上次 有支援HIRES的Logo 這次沒有了 現在立刻開箱和大家研究一下 開完這塊就可以攻成身退 只剩下本體的部分 這邊開 一打開 感覺是比開的 Quantum One的感覺沒那麼隆重 耳機的本體就在 耳機拿出來了 其實我開箱之前都有上網看過 究竟這隻610 Wireless 跟我之前開過的Quantum One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外觀上我看 都相當接近 反而我想最明顯的話 就會是在咪的部分 因為這支咪 這次用了這個 是綁死了在耳機上的指向咪 上一次我們試了Quantum One的時候 這支咪是可拆式 這次就選擇了 用這個 貓死的設計 其實在上一代 Quantum 600 Wireless已經是這樣的 所以610我相信是一個 可能只是做了微調的生產品 所以會跟600是很相近的 你看到的所有東西 裡面 耳面也會很清晰看到 左右 左右 然後就是頭帶 可以做到兩邊延伸 適合一些 頭部比較大的朋友 可以調校對自己的位置 去戴 其實我的頭就不太大 整體這個耳機都相當輕 只有357g 頂頭的頭帶 也有很好的延伸性 所以也不怕 我怎樣大力弄它會破壞 詳細說這隻耳機的規格 其實我看過和之前我們試的Quantum One 很相近 包括這兩邊 左右的 驅動單元 都是50mm 可以聽到的 frequency 20Hz 20kHz 之前Quantum One 是去到40kHz 這次它是改 近人類極限的 20kHz 其實是夠好用的 當然不知道會否還有 聽覺很敏銳的人會覺得 如果你支援範圍再大一點會好一點 我自己就 還好 插上其他配件 看看 因為作為Wireless 的東西 配件比較多是相當正常 這份是說明書的 線的部分 跟了好幾條 這條就是 USB Type-A Type-C 可以負責充電用 還有 會有3.5 可以接駁耳機 和3.5的裝置 最後最重要 就是這個 它不是變身腰帶 它是 Quantum 610 Wireless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無線的接收手指 這個可以行到2.4G 這個可以接駁我們的 哈哈哈哈 這個2.4G的無線手指 我們可以用到在電腦上面 亦可以用到在PS5上面 所以 我已經準備好 稍後就去實施 這個收音情況 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用了這個 3.5mm的頭 基本上很容易 它可以理解到這條線 是做什麼 就是你一邊 可以接駁你的裝置 或者電腦 或者是Console 手提及遊戲機 這邊可以接駁到耳機 耳機這裡 其實是中間 有一塊 小小的控制 這塊控制 沒有太大功能 就是有 開咪 如不開咪 還有調校大小的聲音 這個其實跟一般耳機的功能模擬 為了方便充電 其實 它是跟了一條 頗為長的 USB Type A to Type C的線 我想這裡 應該有咪半的 應該 這條的USB線 是可以充電器用的 其實你也可以用 Type C to Type C的線 但只不過如果容易被人用得到 它仍然是跟著Type A 因為很多人的電腦 還未支援Type C 或者你的裝置 當然其實我想手機的部分 已經是 大部分人引Type C to Type C 你用那些線去插頭 其實都沒問題 根據官方的指示 這隻的充電由零到滿 其實需要三個小時的時間 我記得好像比之前那隻長了一點 是很少的 但如果在關掉RGB的功能 即是在燈殼 不開燈的話 它的運作時間 是去到40個小時 開機之後 基本上可以看到 兩邊 都會有 燈效走出來 也是 電競耳機必備的RGB燈效 當然也可以透過JBL的Quantum Engine 去做一些燈效上的setting 其實本身耳機是可以支援DTS 2.0 但這個功能 只限於在Windows 安裝了Quantum Engine 才可以開得到 如果你用Console 或者Mac機的話 暫時都用不到 其實試了這段時間 整體來說 耳機給我的印象都相當不錯 之前我們試Quantum 1的時間 會有更多的功能 會有更多的控制 但這次 雖然我們在packing上沒有看到這個控制 但其實耳機的左手邊 已經是incred 左手邊其實有什麼的按鈕呢 首先一定會有這個 靜音的按鈕 你按了它 麥克風就可以關掉 而且大小聲 相當基本 上面還有一個滾輪 這個滾輪就是我剛才想說的控制 之前都會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你想偏向遊戲聲 還是想偏向跟隊友聊天的聲 都可以透過這邊的滾輪 去調整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左手邊 控制了 右邊其實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開關 也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打機打到沒有電 怎麼辦 無線聚焦的就是沒有電 但官方也有說過 剛才我們有 這條Type-C線 你可以駁下去 就可以做一路充電 一路打機 就無間斷去做了 到你不用路就繼續插著 充3小時電就使用40小時 耳機的介紹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對這隻耳機有什麼想法呢 上次我們介紹的Quantum 1 定位比較高 買街價差不多$2000 今次Quantum 610 Wireless 定價相當帥氣 1399 也是一個比較容易 或者買電競耳機基本上都要預算這個價錢 去買的話 你也可以看看JBL這些新服耳機 代理Railtech 除了給我耳機玩 還給我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麼 它呢 是一隻 打機用的防藍光眼鏡 哈哈哈哈 代理我的這隻 就是GUNNA推出的眼鏡 這一款是Razer Edition 你會看到 有平時Razer的Logo 或者Razer的雙型字眼 這些眼鏡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幫你過濾多餘的藍光 如果你的螢幕本身沒有什麼特別防藍光的話 其實戴這些眼鏡打機就不會太貴 也有保護眼鏡的功用 除了眼鏡本身它還有這個袋子可以戴上副眼鏡 還有一塊 眼鏡布 給你擦 但我自己本身 就沒有戴開眼鏡 所以你可能看到我不能戴眼鏡 覺得我的樣子有點怪 我自己都 因為沒有看自己戴眼鏡的怪力 感覺我自己就有 有少少奇怪 基本上來說 還好 不過我看到它的售價 也有點高 如果你剛好有預算 消費券Ready的話 這副眼鏡也可以買回來玩一下 這副RPG Onus 雖然剛才提到價錢上是有點貴 但其實這副貴的地方也挺有趣的 它這個眼鏡框的位置也是金屬框 也有鼻托 而且眼鏡的位置 可以動的幅度 也挺大 所以也能夠滿意 可能那一句有頭比較大 沒有頭比較小 哈哈哈哈 這次影片到這裡 喜歡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拜拜